启玄墨设提格,晋厄逢职徐正月,凡二年有期,后进高祖天福七年,仁寅,公元九四二年,春季,正月,丁四,初二,郑州衙江从西阔水年门引导官军入城,杀了守城民众两万人,抓住了安崇荣,杀了他。 杜崇威杀了引导入城的人,把入城拒为自己的功绩,更深初五,安仲荣的首级送到叶都,后进高祖命令图了七防腐,装入匣中送往契丹,鬼亥,初八,后进朝廷更改镇州为恒州,改成德军为顺国军。 丙吟十一日,任用门下侍郎,同平张氏赵营为侍中,任用杜仲威为顺国节度使兼侍中。 安仲荣的私财,及恒州府库的私财,杜仲威全部占有了,后进高祖之道而不过问。 又上表举荐魏魏少清,泛阳人王渝为节度父使,王渝替杜仲威沉重的搜刮百姓,恒州人不堪其苦。 张氏的父亲张朵到朝廷夙渊,告发张燕泽杀害张氏的惨状。 任务二十七日,任用和阳节度使王州为张义节度使,替代了张燕泽。 民主王熙立立是魏皇后,礼后是同平张氏李真的女儿,她嗜好喝酒,刚愎自用,王熙既宠爱她,又惧怕她。 张五节度使丁沈齐,豢养私属不娶千人,放纵他们在辖境内滥尸暴行,军中小孝贺行政与众湖人相勾结作乱,攻打延州。 后进高祖遣派曹州防御使和重建领兵去救援延州。 同州,州的援兵也相继来到,延州才免出了恶难。 2月,鬼祀初九,朝廷任命和重建为张五留后,召唤丁沈齐还朝。 和重建是援州和朔州之间的胡人,南唐左丞相宋祈秋坚决要求参与正式的熟礼,南唐主理听任他进入中书省,宋祈秋又要求领馆上书省。 南唐主便罢免了市中受王李景岁的叛礼上书省,改为领馆中书,门下省, 任用宋祈秋主持上书省事务,这三个省的事务都要取得齐王李的参与决策。 宋祈秋逝世几个月后,自己的亲信官吏下昌土盗取官前三千民。 宋祈秋盼主他可以免死,南唐主李大怒,斩了下昌土。 宋祈秋便称说自己有病,请求罢免上书省的事务,南唐主答应了他的请求。 荆州奏报,朝廷遣派压衙陈延辉带着后进高祖赤叔到梁州去。 州中将力请求任用陈延辉为梁州节度使。 三月,民主王熙立偿了王王亚成为敏王。 张燕泽在荆州镇所时,擅自发兵袭击西北诸湖,兵重都打败失散了,又调集民间马千余匹来补充。 回军到陕州后,抓获了逃走的将领杨红,在酒醉中令人砍断他的手足,进而杀了。 王州代任张义节度使以后,奏臣张燕泽在镇时摊暴残忍不法之事26条民众失散逃亡的五千余户。 张燕泽还吵,后进高祖因为他有军功,又同杨光远连了殷亲,便没有纠问。 夏季,四月,几位,初六,又建议大夫郑寿义上书奏言。 杨红之所以被屠戮,是由于陛下去年送交张氏给张燕泽,使他得志逞凶,以致张燕泽敢于任意施行凶虐残暴,没有任何忌惮。 看见或者听说他的暴行之人,没有不切齿愤慨的,而陛下却一点也不动心,不做任何查究和责备。 端正与阴邪不能分辨,奖励与惩罚没有章法。 内外之人都说陛下接受张燕泽所献的马一百匹,才听任他这样做。 我很替陛下惋惜承受这种恶劣的名声,请求陛下明证张燕泽的罪名依法承办。 用于洗刷天子的圣德奏书上报以后,被扣押在朝廷之内。 郑寿义是郑从党哥哥的儿子。 更深,初七,刑部郎中李涛等匍匐在阁门之下极力论说张燕泽的罪行,语言十分恳切透彻。 新有,初八,后进高祖斥令,萧去张燕泽官至一阶,降低封决一级。 张氏的父亲和他的子弟都败受官职。 荆州民众复营就业的,减少他们的摇曳、税负、鬼害、初识,李涛又语中书。 门下两省急遇使台的官员福格上演,奏称对张燕泽的罪过惩罚太轻,请求依法论处。 后进高祖召唤李涛入殿当面向他遇事。 李涛双手捧着招呼破进殿阶,声色俱立。 后进帝发怒,连声呵斥他,李涛也不退让。 后进高祖说,朕已经答应过张燕泽有罪可以免死,李涛说,陛下答应过张燕泽可以不死,固然不能不算数。 不知当年自己犯阳光的铁券现在哪里? 后进高祖不高兴地服依而起,回到宫内,没有理他。 秉吟十三日,任命张燕泽为左龙武大将军。 南汉高祖刘患病不起,因为他的儿子秦王刘洪渡,晋王刘洪熙都骄横任性,少子岳王刘洪昌孝,孝顺谨慎。 有智慧见识,与右铺设奸西御院使王谋划派出刘洪渡镇属雍州,刘洪熙镇属荣州,而立刘洪昌为太子。 致命将要下达施行,正好遇上崇文使萧义进攻问候疾病,便向他咨询这件事。 萧宇说,立太子应该是长子,违背了这一条,必然要导致混乱,于是便停止下来。 丁丑二十四日,南汉高祖刘去世。 南汉高祖为人能分辨观察是非,有心计多权术,喜欢自己夸大。 曾经讥讽中原朝廷的天子是洛州刺史。 岭南地区是珍宝义务所聚集之处,他往往极尽奢侈华丽的追求。 宫殿全部用黄金、美玉、珍珠、翠做装饰。 使用的刑法惨烈严酷,有罐鼻、割舌、肢解、枯踢、炮制、烹蒸等办法, 或者把毒蛇聚养在水中,把犯了罪的人投进去,称为水域。 同平章是杨栋前劝阻他,高祖不听。 到了末年他更加猜忌,以为世人往往替子孙着想,所以专任宦官。 因此南汉国中宦官大为兴盛。 秦王刘洪渡及南汉皇帝位,改名刘斌,任用刘洪西府正,改年号为光天。 遵奉齐母赵昭仪为皇太妃。 契丹因为晋朝招纳土玉魂,浅派使者来责问。 后晋高祖忧郁不知怎么办为好。 五月,几亥,十六日,开始生病。 以四,二十二日,后晋高祖专奉太妃刘氏为皇太后。 太后是后晋帝父亲的妾,也就是后晋帝的生母。 南汤丞相太保宋祈秋被罢免上书省的官职以后,就不再上朝夜见。 南汤主理派寿王李景遂去慰劳问候他,答应他去镇树红州,这才开始入朝。 南汤主理与宋祈秋宴会,酒喝得正痛快时,宋祈秋说,陛下完成中兴大宴。 是我的力量啊,为什么把我忘了? 南汤主发怒说,阁下以游说谋士的身份做镇的客人,现在位置三宫,也可以满足了。 可是你却跟人家说镇长得是鸟嘴,像战国时的岳王勾建一样。 难与同镇共享安乐,有这样的话吗? 宋祈秋说,陈确实说过这个话,陈当游说之客时,陛下不过是个偏将副官而已。 今天陛下可以把臣杀了吧? 第二天,南汤主下手照向他谢过说,朕的性情贬颇,子松你素来时知道的。 我们从小相亲相爱,老来却相怨,这样好吗? 秉武,二十三日,南汤任命宋祈秋为镇南节度时,后进高祖患病不起,一天早上,照来冯道独自对话。 后进高祖叫幼子石仲瑞出来拜见冯道,又命令宦官抱着石仲瑞放到冯道怀中,意思是要冯道辅立他为幼主。 六月,遗丑十三日,后进高祖石仲堂去世。 冯道与天平节度时,侍卫马不都于后景言广谋义,认为国家正处在困难多的时刻,应该立长子为四军。 便拥立广敬引齐王石仲桂为继承人,这一天,齐王集皇帝位。 景言广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开始弄权用事,禁止国都中的人相聚议论是非。 起初,后进高祖石仲堂病重时,由旨召唤河东节度使刘之远入朝府政。 齐王石仲桂把指押下不发,刘之远从此与齐王结下怨恨。 丁卯十五日,后进出帝石仲桂尊皇太后刘氏为太皇太后,皇后礼氏为皇太后。 敏国复杀王王严正为公厅州,民主王熙调发张州,全州兵五千人去救援。 又前派他的将领临首量进入游西,派大明宫使皇境中囤住游口,准备乘着对方空虚时袭击建州。 国际使皇少坡领步兵八千人坐临,皇二军的声援。 秋季七月,仁臣初十,后进太皇太后刘氏去世。 敏国复杀王王严正攻打听州,经过四十二次战斗,攻不下来就回去了。 他的属将包红时,陈望带领水军抵御福州的军队。 丁友,十五日,双方军队在游口相遇。游口守将黄敬忠将要出城,占卜的人说时刻未到出战不利,扁岸兵不动,包红时等引兵登岸,水陆两军加攻他,杀了黄敬忠,俘虏和斩杀了二千人。 临手亮和黄少坡都逃回去。庚子,十八日,后进朝廷实行大赦。 鬼卯二十一日,加封景延广为同平章室,兼侍卫马部都指挥室。 后进朝廷的功勋旧臣都要求恢复设置疏密使,冯道等人三次上奏。 请求把已经并归中书省的疏密就职让还回去,出地时重贵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 有个神降临在伯罗县民家中,和人说话而看不见他的形貌。 邻里间的人据找他占卜吉兄事情,往往应验,献立张玉贤,侍奉他极为恭敬。 当时,岭南寻州一带盗贼群起,相互间不能统一,乱贼的首领共同向神祷告。 那个神大声说,张玉贤应当做你们的君主,于是,众贼共同拥戴张玉贤,成为中天八国王。 改年后为永乐,设置百官,攻取略抢,海边沿岸一带。 张玉贤年纪尚轻,没有什么方略,所属珠江只是向他报告出去。 回来罢了。 南汉国主刘斌任命岳王刘洪昌为都统, 寻王刘洪搞为副都统去讨伐张玉贤,在钱博馆交战。 南汉兵作战失利,二王都被贼兵所围困, 只会使陈道祥等栗战去解救他们,才得免死。 南汉境内靠东边的州县多被张玉贤所攻陷。 陈道祥是端州人,高行州围攻湘州一年多,没能攻下。 城中的粮食都持用完了。 奉国军都于后取州人王清向高行州禁言说, 贼城已经危窘,我们的兵重已经疲惫, 民力已经困乏,不早点逼迫他,还等待什么呢? 便与奉国都指挥使原成人刘慈率领兵重带头登城。 八月,攻破城池,安从晋全族自焚。 甲子,十三日,后晋朝廷任用赵营为中书令。 民主王熙派使者用手照及金器九百, 钱万民将力赤告六百四十通, 向父沙王王严正求和,王严正不接受。 秉淫十五日,民主王熙在九龙殿大宴群臣, 他的侄子王继柔不能饮酒,强迫他喝。 王继柔暗中把酒减少,王熙发怒, 连同客将一起杀了。 敏国驻永龙通宝大铁钱, 一枚当千钱百枚。 南汉在康陵安葬天皇大帝流, 妙号高祖。 南唐主理自从当吴国宰相以来, 兴利除害,把旧的法规变更了很多。 极致他自己即位当皇帝, 命令执法官及尚书省删定为声援条三十卷, 更吟,颁布施行。 民主王熙任用同平张氏侯官人于庭英为泉州刺事。 于庭英贪赃污浊, 掠夺别人家的妇女, 欺骗说是受了朝廷的诏命选取来供给皇家后宫使用的。 事情被察觉后, 王熙派遣御使去查郊。 于庭英害怕到福州来自首, 王熙则问他将要交有关部门承办。 于庭英退出来后, 贡献买宴钱万民。 王熙高兴, 第二天就召见他, 对他说, 宴已经买了, 献给皇后的贡物在哪里啊? 于庭英又献钱给李皇后, 便仍把他派回泉州了。 从此各州都令被贡礼送给皇后。 没过多久, 又赵命于庭英认为宰相。 冬季, 十月, 丙子, 二十六日, 张玉贤攻陷寻州, 沙南汉刺史流传在哪里。 楚王马熙范建造天侧府, 楼宇的宏伟盛大达于极点, 门窗蓝坎都用金玉做装饰。 涂刷墙壁用的珠红色的纱粉就用了几十万斤, 铺盖地面用的第一, 春天和夏天用竹灭编织的席子, 秋天和冬天用木棉纺织的布匹, 与他的子弟吉辽鼠游乐演演在其间。 十一月, 更吟, 初十, 后进朝廷在显灵安葬圣文章五明德孝皇帝石敬堂, 庙号为高祖。 过去, 黄河南, 北诸州官府私自贩卖海盐, 每年可以收入前十七万民, 又散派养残暴检用的盐来搜刮民众的钱财。 奏事的人上言说, 民众因外私盐而犯法抵罪的人很多, 不如听任他们自行贩卖。 而把每年官府所卖的钱数直接用赋税形式向民间征收, 叫做食盐减。 竟高祖听从了这个意见, 转眼之间盐价立即下降, 美金只卖十个钱。 到这时, 三思是董玉想要增加超额的税付, 又难于突然改变以前的法度, 便加重向盐商征税。 经过这里的美金收期前, 留在这里售卖的美金收拾前, 因此盐商私贩的便几乎没有, 而官府又恢复了自己的贩卖。 但是脸收食盐前, 却至今照争如故。 敏国盐铁使, 又铺设李仁玉是李敏的儿子, 也是民主王熙的外甥。 年纪轻, 容貌长得美好, 受到王熙的宠幸。 12月, 任用李仁玉为左铺设兼中书侍郎, 另任用汉林学士。 吏部侍郎李光准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 二人督尾兽同评章时。 民主王熙荒淫无度, 曾在举行夜宴时, 因为李光准醉酒违背了民主意志, 便命人把他绑起来, 送到是街上问斩, 下边的官吏不敢杀他, 居留在牢狱里。 第二天, 民主上朝逝世, 又召来恢复他的职位。 这天晚间, 又举行宴会, 把汉林学士周围月又居戏下狱, 下边的鼠吏扫干净了床接待他, 并说, 昨天宰相爷爷住在这里, 上说大人您不必忧虑民主酒行以后, 果然也把他释放了。 过了些日子, 又举行宴会, 陪侍的大臣都因醉酒散去, 只有周围月还在。 民主王熙说, 周围月身材矮小, 为什么他能喝那么多的酒? 左右的人有的说, 能喝酒的人, 另有成酒的肠子, 不必飞涨的高大不可, 王熙听了很高兴, 便命人把他揪拿下殿, 想要把他割腹看他的酒肠。 有人又说, 杀了周围月, 可就没有人能陪伴陛下, 放开量痛快饮酒了, 便又释放了他。 后见出地十重柜出即位时, 朝中大臣商讨要向契丹奉表称臣 报告先帝死亡之哀, 景严广主张写个信不上表, 并且称孙不称臣。 李松奏道, 屈身是胡是为了江山设计, 有什么可耻的? 陛下这样做, 他日必然落个亲身披甲带咒 去同契丹打仗, 那时再后悔可就没有用处了。 景严广坚持自己的意见力争, 冯道在其间寒寒糊糊不明确表态, 出地终于听从了景严广的意见, 契丹接信后大怒, 派使者来质问责备, 并且说, 为什么不先来禀告, 自己便骤然极未称帝。 景严广又用不尊敬的话语回答他, 契丹委任的卢龙节度使赵严寿, 想要代替晋主做中原的皇帝, 多次劝说契丹进宫敬国, 契丹主耶律德光认为他讲得很对。 齐王上, 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鬼卯公元九四三年, 春季, 正月, 鬼卯二十四日, 后蜀主梦场任用宣徽使兼公院使田敬全领受永平节度使, 田敬全是个宦官, 援引前蜀主王眼任用宦官王成修率领秦州的例子比照着任命他, 蜀国的人非难这种做法, 后晋出地听说契丹将要来入侵, 二月, 几位十一日从业都出发, 遗丑十七日, 到达东京大梁, 但是还同契丹互相遣派使者往来通问, 没有一个月间断过, 南唐宣承王李景达, 为人刚毅开朗, 列祖李很喜爱他, 极次想让他继承皇位, 宋祺秋极力称赞他的才干, 南唐主因为齐王李年纪居长而没有实行, 李因此怨恨宋祺秋, 南唐主的小儿子李景达的母亲重视, 受到南唐主的宠爱, 而齐王李的母亲宋皇后很少有机会能得到觐见, 南唐主到李的宫中, 碰上李在那里亲自调弄乐器, 大为恼怒, 责备了他好几天, 总是便借此机会进言, 说李景达虽然年幼, 但很聪明, 可以继承皇位, 南唐主发怒说, 儿子有过师, 父亲教训他, 这是正常的事情, 国家的大谋略, 女人怎么能参与过问, 就下令把众士嫁出去了, 南唐主曾经梦见自己吃了灵丹, 天亮后方式食手冲献上丹方, 南唐主以为应了神宴而按丹方吃起来, 慢慢地便形成了急躁的毛病, 左右的人劝阻他, 他都不听, 南唐主曾经把药赐给李建勋, 李建勋奏称, 我吃了几天, 已经觉得身上燥热, 何况经常吃他, 南唐主说, 朕已经服药很长时间了群臣奏告事情, 往往遇上南唐主大发脾气, 但是, 有时遇上严正论说事情而且有道理的, 也庄重地表示感谢而听从他, 南唐主询问道士王七霞, 什么道可以保证获得天下太平, 王道士回答说, 为帝王的要置心置身, 才能治好国家, 现在陛下还没有能够消除恶了称怪, 饱了高兴的性情, 哪里谈得上天下太平, 宋皇后在连后称探他的话, 以为是至理名言, 即是南唐主所所赐予的东西, 王七霞都不接受, 王七霞常常替别人向上天陈述奏章, 南唐主要为他建造铸天的祭坛, 王七霞推辞说, 国家的度用正处在紧缺之时, 哪有时间办这个事, 待等焚烧奏章补画, 不能上文余天的时候, 我会奏请陛下建造的驾步郎中冯衍己, 为齐王元帅府长书记, 为人性格成巧投机, 与宋吉丘吉宣辉父使陈爵相互勾结, 同时在其王府任职而名位在自己之上的, 冯衍己便小师计谋把他排挤出去, 冯衍己曾经对中书侍郎孙胜加以戏弄地说, 您有什么本事, 当了中书郎, 孙胜说, 我孙胜不过是山东的一个笔漏的儒生, 做文章比不上您, 谈吐挥鞋比不上您, 谈媚狡诈比不上您, 但是, 主上让您同其王一起行动和居处, 是想请您用仁义的言行去辅导他, 怎么能只是成为声色狗马的朋友啊? 我孙胜确实没有什么本事, 然而您的本事, 恰好是给国家造成灾祸而已啊, 冯岩寺是摄州人, 又有一个名叫魏臣的人, 也在齐王府中, 给世中常梦熙几次上言, 说陈觉, 冯岩寂, 魏臣都是宁邪的小人, 不适合让他们在东宫侍奉太子, 四门郎中叛大理寺消炎上表指称, 陈觉奸邪乱正, 南唐主很有些感受和觉察, 但没有来得及去掉他们, 不久, 南唐主背上长了拥居, 把消息封锁起来不让人知道, 秘密地让医师来治疗, 他上朝听取正是人和原来一样, 耕武二十二日, 病情严重恶化, 太医吴婷遇派亲信之人, 去把齐王李照入宫中侍奉疾病, 南唐主理队里说, 我服用金石丹药, 本来是想延年益寿, 哪知反而更加伤害生命, 你可要警惕戒备这件事, 这天傍晚便死去了, 把丧事隐秘不宣布, 下达制令, 任用齐王坚果, 实行大赦, 孙盛帕逢炎吉等人把持朝政, 想宣告, 遵照先帝遗诏, 命令太后临朝代行天子之事, 汉林学士李一叶说, 先帝曾经说过, 妇人干预政事, 是治乱的根源, 怎么肯自己开创恶端, 这必然是亲近中的奸人, 搞的欺诈行为, 而且祭祀之君年事已长成, 明德的声望很昭著, 您为什么突然讲这种亡国的说法, 如果真的这样宣布施行, 我一定要向百官揭露抵制这个做法, 孙盛害怕而没有这样做, 李一叶是唐锡宗时宰相李位的曾侄孙, 丙子28日才宣布一致, 南唐列祖李末年脾气急躁, 近身的大臣往往遭到谴责和惩罚, 陈觉称说有病, 整月整月的不入朝门, 极致宣告遗诏才出来, 萧衍弹劾他奏称, 陈觉端坐在私人的居室, 来等待先帝生仙, 请朝廷暗虑治他的罪, 其往李不准, 自从南唐列祖李在吴国当宰相, 便禁止压迫良民做奴婢, 命令买奴婢的人要通过官府立字为据, 冯延吉和他的弟弟李布园外冯延鲁, 都在元帅府供职, 起草列祖遗诏, 听由民间卖儿女, 他们想要自己买入姬妾, 萧衍博治说, 这是必然是冯延吉等人干的, 不是先帝大行之前的命令, 以前冯延鲁任东都留守判官时, 已经有过这样的请求, 当时先帝询问过我, 我回答说, 陛下从前做吴国的宰相, 民间有卖儿女的, 您为了他们拿出府库中的金钱, 把人赎出来, 归还给他们的父母, 因此远近都养近而归心于您, 现在您即为当皇帝而实行相反的办法, 让穷人的子女去为妇人做一使, 这样合适吗? 先帝以为我说的对, 将要治冯延鲁的罪, 当时我以为冯延鲁愚蠢, 不足以责备他, 先帝便把冯延鲁的奏章携风了, 抹了三笔, 拿进宫去, 请您让人到诸宫中去寻求, 必然还在齐网, 让人取出先帝时留在宫中的张奏千余道, 都是携风后一抹的, 果然找到冯延鲁的上书, 然而, 由于列祖的遗诏已经施行, 也就没有再做改变, 敏国复杀王王严正在建州称帝, 国号大音, 实行大赦, 改年号为天德, 把江乐县改作雍州, 严平镇改作禅州, 把齐齐章氏立为皇后, 任用节度判官潘成为立部尚书, 节度寻官建阳人杨思公为兵部尚书, 没有多久把潘成认为同平章式, 杨思公调任铺设, 掌握军国之势, 王严正穿着帝王用的楚袍世事, 戴牙江参拜以及接见邻国的使者, 还是实行藩镇的礼制, 殷国国小民贫, 军事活动不停息, 杨思公由于善于聚敛民财而获得宠幸, 增收田姆山泽的税赋买至于鱼盐蔬果, 没有不加倍征收的, 敏国人称他为杨波匹, 三月吉卯朔初一, 后进朝廷任用中书令赵盈为晋昌节度使兼中书令, 任用晋昌节度使兼世中桑为汉为世中, 南唐元宗礼即位, 实行大赦, 改年后为宝大, 秘书郎含熙在请求等过了年后再改元, 没有依从, 尊崇皇后为皇太后, 策立王妃中世为皇后, 南唐国主李尚未听政逝世, 逢言己已经屡次入朝陈述正事, 一天来几次, 国主说, 书记有正常的职守, 为什么这样繁琐啊? 南唐国主为人谦虚谨慎, 出即位, 不呼唤大臣的名字, 几次邀请公卿议论政治措施, 李建勋对人说, 主上宽人大度, 比先帝为好, 但是性格和习惯尚未定型, 如果没有正派人辅佐, 只怕不能守住先帝创立的基业, 南唐国主任用镇南节度使宋祈秋为太保兼中书令, 奉化节度使周宗为世中, 国主因为宋祈秋, 周宗是先朝的功勋旧臣, 所以顺从仁望照他们为宰相, 但正是都由自己做决定, 吊喜寿王李景遂为燕王, 宣承王李景达为恶王, 从前南唐国主为齐王, 知正是每当有过失时, 常梦兮常常率直上缘来规劝更正他, 开始虽然厌烦, 最后总是原谅他直言而称赞他, 极致极位称帝, 答应让他做汉林学士, 宋祈秋的党羽记恨他, 加给他封博皇帝制书的罪名, 贬将为池州判官, 池州这个地方在南唐辖境中, 有较多贬迁的官署, 节度使上菜人王彦筹防备控制他们很严厉, 几乎不能维持生活, 唯独对待常梦兮仍如他在朝廷时一样, 宋祈秋对待陈觉素兰厚重, 南唐国主也认为陈觉是有本事的人, 便为以重任, 冯炎己、冯炎鲁、魏臣三个人虽然是其王府的救疗署, 也都依附于陈觉, 他们与修宁人查文辉互相勾结援引, 把持败坏政事, 南唐人把陈觉等人称作无鬼, 冯炎鲁从礼部员外郎升迁为中书社人, 秦政殿学士, 江州观察使杜昌燕听说了, 感叹地说, 国家用来驱使驾驭群臣的, 就在于掌握官爵的任免, 如果有一句话说中了主上的心意, 便骤然把他提拔到通达显耀的地位, 那么以后再有立功于国家的人, 拿什么来赏兽他呢? 没过几天, 南唐国主把魏臣和扎文辉都提拔为疏密副使, 魏臣得志以后, 遇到陈觉遭逢母亲的丧事归离守孝, 魏臣就揭露宣扬陈觉的过失和恶行, 把他排斥掉, 南唐在豪州设置定远军, 南汉商地刘斌骄横奢侈, 不喜欢过问正事, 南汉高祖刘还在丧病之中, 他就大作声乐酣吟, 夜间同娼女鬼混, 让男人和女子脱光衣服而加以观赏取恶, 左右的人有不合心意地往往弄死, 没有人敢做劝谏, 只有他的兄弟岳王刘洪昌和内常是藩于人吴怀恩多次觐见, 不采纳, 经常猜忌他的几个弟弟, 每次邀集人参加宴会, 就命宦官把守大门, 君臣和宗士都要脱衣搜查, 然后才能进门, 晋王刘洪熙想要谋取他, 便用盛装打扮生计, 博取他的高兴, 促使他更加作恶, 南汉主刘斌喜爱守博, 刘洪熙便命指挥使陈道祥, 严领力壮的武士刘思潮, 谈令林少强, 林少良和昌廷等五个人在晋王府中习练守博, 南汉主听说很高兴, 丙须, 出八, 同诸王在长春宫宴饮, 观赏守博, 直到夜晚才停止酒宴, 南汉主大醉, 刘洪熙命陈道祥, 刘思潮等人拖转南汉主, 把他拉杀了, 并把他的左右随从也都杀了, 第二天早上, 百官诸王不敢进入宫廷, 岳王刘洪昌带领朱帝来到南汉高祖刘的寝殿, 迎接刘洪熙及皇帝位, 改名为刘胜, 把年号改为应前, 任命刘洪昌为太尉监中书令, 诸道兵马都元帅, 主持政事, 寻王刘洪稿为副元帅, 参与政事, 陈道祥及刘思潮等都受到很丰厚的赏赐, 民主王熙那曲金武使尚宝音之女, 立为贤妃, 尚妃长得特别美貌, 王熙很宠幸他, 王熙喝醉酒时, 尚妃所要杀的人就把他杀了, 所要宽幼的人就把他放了, 夏季, 四月, 雾身朔, 初一, 出现日时, 南唐任用中书侍郎同平章氏李建勋为朝五节度使, 镇守福州, 燕国将领陈旺等进攻敏国的福州, 进入齐西阔, 接着又打败仗而归去, 五月, 燕国的吏部尚书, 同平章氏攀成上书陈奏十件事, 大体上说兄弟之间互相攻占, 违逆伤残天理, 这是一, 赴税争脸过于繁重, 调用劳役没有节制, 这是二, 争及百姓服兵役, 大家激留在征途, 朝宴不尽, 这是三, 杨思公掠夺民众衣食, 让民众把怨恨规矩于主上, 群臣不敢揭发指责, 这是四, 江土狭隘, 却过多设置州县, 增添官吏, 困扰百姓, 这是五, 修之道路, 在运粮食, 将要攻打听州, 却不考虑金陵的南唐, 前唐的吴越, 要乘着国家束手虚伐来袭击, 这是六, 搜求有钱的人, 输财多的补兽官职, 淘欠征服的叛寿刑法, 这是七, 严平一带的几条河道, 蒸收果, 菜, 鱼, 米等税, 获得的利益很少, 而招来怨恨却很大, 这是八, 我国同南唐, 吴越相邻, 建国称帝以来, 没有通派使者, 这是九, 公式台卸, 重建华士, 没有节制, 这是石阴主, 王延正大怒, 消去了潘城的官爵, 勒令他还归私地, 南汉中宗留胜自立以后, 国内议论泛滥, 寻王刘洪稿请求杀刘思潮等人来向中外表白, 汉主不遗从, 刘思潮等听说后, 巫诉刘洪稿谋反, 南汉主刘胜命令刘思潮等暗中侦查他, 一天, 刘洪稿正在宴客, 刘思潮与谭令带领卫兵, 突击而入, 杀了刘洪稿, 于是南汉主刘胜谋划把几个弟弟都杀了, 以为岳王刘洪昌贤能儿的人心更加记恨他, 雄武节度使其王刘洪碧自以为居处大镇, 怕家伙请求入归朝廷, 南汉主准许了他, 过去, 民主王熙侍奉康宗王场宴会, 遇上新罗国进宪宝剑, 康宗举起剑问同平章士王说, 这个可以干什么用? 王回答说, 可以斩杀当臣子不忠于主上的人, 当时王熙已经怀有叛心, 吓得连脸色都变了, 到了王熙篡位后, 宴请君臣时, 又有进献宝剑的, 王熙便命人发掘王的坟墓, 用剑斩杀了他的尸首, 孝书郎陈光义对他的朋友说, 主上没有道德, 没有多久就会灭亡, 我打算冒死禁剑, 他的朋友阻止他, 不听, 陈光义上书剑说王熙大恶武失调, 王熙发怒, 命令卫士鞭打他几百下, 没有死, 便用绳子绑住他的脖子, 悬挂在庭院的树上, 很长时间才断了气, 秋季, 七月, 极丑, 十三日, 后进出地下诏, 由于年岁饥荒, 国家采用部族, 分路派遣六十余使者, 到诸道去搜求民间谷物, 吴岳王钱洪佐刚刚激励, 上统军师喊逞强霸道, 排斥一几, 钱洪佐挟制不了他, 内涯上都监使张德安多次同他争执, 又都监使李文庆也不依附于汉, 以四二十九日, 把张德安贬官到楚州, 李文庆贬到牧州, 汉与又统军使胡进司更加专横, 汉是明州人, 李文庆是牧州人, 胡进司是胡州人, 南唐主理遵循列祖里的意志, 任用天雄节度使监中书令, 金陵引燕王李景遂为诸道兵马严帅, 喜丰为齐王, 居住在东宫, 任用天平节度使守势中, 东都留守恶王李景达, 魏副元帅, 喜丰燕王, 宣告中外, 约定传位给他们, 策立长子李洪记为南昌王, 李景遂, 李景达坚决辞让, 没有答应, 李景遂自己发誓, 一定不敢做四王, 把自己的字改为退身, 南汉指挥使万景新, 在寻州把张玉贤打败, 张玉贤向神祷告, 神说, 攻取钱州, 大使就会成功张玉贤便带领兵重跨越南岭, 北向钱州, 南唐百胜节度使贾宽浩不做防备, 张玉贤的兵重十多万人攻陷所到诸县, 又打败州属守兵, 于是钱州守兵不得不把城门在白天也关闭起来, 张玉贤在白云洞建造起攻势营署, 派将领兵四处抢劣, 贾宽浩是唐昭宗时贾宫夺的儿子, 八月, 以卯初九, 南唐主李立他的右弟李景替为宝宁王, 南唐主的母亲宋太后不满意李景替的生母总妇人得宠, 多次要害李景替, 南唐主极力把他保全下来, 下州衙内指挥使拓拔重兵企图造反, 随州刺使李一敏准备帮助他, 事情被后进朝廷发掘, 新卫二十五日李一敏放弃了隋州, 与他的弟弟李一俊等五人逃奔沿州, 九月后进出帝石仲贵尊他的生母秦国妇人安氏为皇太妃, 安太妃是戴北人, 出帝侍奉太后太妃很恭敬, 对待几个弟弟也有爱, 过去和阳崖江乔荣跟随赵岩寿投归契丹, 契丹任命他为回徒使, 在契丹和晋静之间往来贩卖贸易, 在后进京都大梁设置了官邸, 待到契丹同晋国有了嫌隙时, 景严广说服出地把乔荣求居在牢狱里, 把他府邸中的财宝都夺取过来, 凡是契丹的人在晋国境内贩卖贸易者都杀了, 夺取其财货, 晋国的大臣都上言说契丹有过大功, 不能辜负, 物子十三日释放了乔荣, 慰问并赏赐他, 让他归返契丹, 乔荣向景严广告辞, 景严广说大话, 回去告诉你的主子, 先帝高祖是北朝所服力, 所以向你们称臣上表彰, 现在的皇帝乃是中原自己所立, 之所以还向北朝降低身份, 正是因为不敢忘记先帝同北朝做过盟约的缘故, 作为邦自称为孙, 已经足够了, 没有再向北朝称臣的道理, 北朝的皇帝不要听信赵岩寿的诱骗, 轻慢欺误中原, 中原的兵将马队是你亲眼看到的, 祖翁如果发怒来侵犯, 孙儿有十万横魔灵力的剑, 足以用来相待, 以后如果被孙儿打败, 被天下人取消, 可不要后悔呀, 乔荣自己认为丢掉了货物和钱财, 怕归来货罪, 并且想提今后取得证据, 就说您说的内容太多, 怕遗忘了说不全, 希望把您讲的话用纸墨记录下来, 景严广便让鼠立记下他的话交给乔荣, 乔荣就拿着证据, 把情况都告诉了契丹主, 契丹主耶律德光大怒, 向中原发动进攻的心智便决定下来, 靖国使者来到契丹, 都被直系在幽州, 不能见到契丹主, 桑维汉屡次请求, 用谦逊的语言向契丹道歉, 往往被景严广所阻拦, 出地因为景严广有福利他继位的功绩, 所以恩宠比群臣都高, 又总管宫廷素位将士, 因此朝中大臣不敢同他争论, 河东节度使刘之远, 知道景严广必然要造反, 但是怕景严广正在当权用事, 不敢上言, 只是更加募集兵丁, 奏请设置星节, 五节等十多个军, 用以防备契丹, 甲午十九日后进定南节度使李一音奏报隋州刺使李一敏作乱的情况, 出地下诏, 居指李一敏押送下周, 把他杀了, 冬季十月雾山初三后进出地册立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 从前后进高祖石敬堂喜爱他的小弟弟石仲彦, 把他当做儿子来养育, 后来石敬堂留业都市, 聘取父留守安喜仁冯的女儿给石仲彦做媳妇, 石仲彦早死, 冯夫人寡居, 长得美, 当时齐王石仲彦看到他的神母喜欢上了, 后进高祖驾崩, 棺材还未殡葬, 石仲彦便把其神母娶了过来, 全臣都来祝贺, 出地石仲彦对冯道的人说, 尊皇太后之命, 同仲卿布举办大庆, 群臣退出, 出地与冯夫人酣饮为乐, 经过高祖灵书之前, 用酒类的儿祷告说, 皇太后之命, 同仙帝布搞大庆, 左右之人不觉失笑, 出地自己也发笑, 对左右的人说, 我今天当了新女婿, 怎么样? 冯夫人和左右都大笑, 皇太后虽然恼恨, 也没有办法, 冯夫人正位中宫之后, 经常干预朝政, 他的哥哥冯玉当时任礼布郎中, 严帖判官, 少帝骤然把他提拔为端明殿雪氏, 护布侍郎, 同他议论正事, 南汉主刘斌命令韶王刘洪雅退休, 南唐主理派遣洪州营屯都于后延恩领兵讨伐张玉贤, 任用通事社人金陵人边稿为监军, 边稿用前州人白昌玉为主持谋划的人, 出击张玉贤多次打败他, 张玉贤向神祷告, 神不再讲话, 他的屠众大为恐惧, 白昌玉劝鞭搞砍伐树木开辟出道路, 从他们的迎战后面来袭击他们, 张玉贤舍弃了他的屠众奔向别疆李台, 李台知道求神没有应验, 便勤拿张玉贤来投降, 在金陵市街上把他斩杀, 十一月, 丁亥十三日, 南汉主刘胜在南郊祭祀, 实行大赦, 赶年号为前河, 物子十四日, 吴岳王前洪左那非养士, 是养人权的女儿, 过去, 后境高祖石境堂把三百马匹马借给平卢节度使杨光远, 景延广用出地照命向他索取, 杨光远发怒说, 这是怀疑我, 暗中召唤他的儿子丹州刺史杨成座, 午虚二十四日, 杨成座声称母亲有病, 夜间打开城门奔向青州, 庚子二十六日, 后晋朝延任用左飞龙使金城仁何超暂时主持丹州事务, 太遣那般使者去赏赐给杨光远遇待, 御马用来安抚他的心意, 人银二十八日, 太遣侍卫部军都指挥使郭锦, 领兵镇守运州, 南唐在永陵安葬光文肃武孝高皇帝里, 妙号列祖, 十二月, 以四说, 初一, 后晋派遣左领军为将军蔡行御领兵镇术运州, 杨光远派遣骑兵进入滋州, 截略了刺史狄晋宗海归青州, 假言, 初时, 朝廷调洗杨成座为登州刺史, 用来顺应他行事方便, 杨光远更加骄纵, 暗中沉告契丹, 说禁主辜负安德, 违背盟约, 境内饥荒严重, 公家和民间困乏穷解, 成这个时候攻打, 一举可以夺取禁食天下, 投降契丹的赵岩寿也劝说契丹难争, 契丹主耶律德光便聚集山后和卢龙的兵重共和五万人, 让赵岩寿统领他们, 并委任赵岩寿经略中原, 说, 如果能夺得中原, 定当立你当皇帝, 又常常指着赵岩寿对晋国的人说, 这就是你们的皇帝赵岩寿相信这个, 因此替契丹尽力, 谋划夺中原的办法, 后晋朝廷知道这种谋划, 秉晨十二日, 派遣使者在南勒铸城及设置德清军, 争调附近各道的兵力以防备契丹, 南唐市中周宗年老, 恭谨自首, 中书令宋祈秋广泛地树立自己的彭党, 千方百计排挤他, 周宗替气地素沉于南唐主, 南唐主因此轻慢宋祈秋, 不久陈爵被疏远, 便把宋祈秋派出去当镇海节度士, 宋史秋很怨愤, 上表要求回归九华山救世隐居处, 南唐主知道他的欺诈, 纸上一表便批准他, 并赐给他诏书说明天的行程, 是从前应许的, 朕确实知道先生, 因此不违背先生的秩序, 仍然赐给他封号九华先生封为青阳宫, 享受一线的租税, 宋祈秋便迎见一处大的府地在青阳, 京旗兵马, 武将文力, 都或王宫一样, 但是忧郁更加厉害了, 宁州酋长莫艳书, 把他所属的温纳等十八州归附于楚国, 那些州没有官府, 只是立碑排在山岗或土堆之上, 稍微施行些恩惠或威严, 加以笼统牵制而已, 这一年, 春季, 夏季干旱, 秋季, 冬季大水泛滥, 蝗灾大起, 东边从海边空地开始, 西边到达笼山, 南边跨过长江, 淮河, 北边至于幽州, 冀州, 原野, 山谷, 城阔, 庐舍都飞满了, 竹叶, 树叶都被吃光了, 再加上官府搜刮民间谷物, 使岔都催则罚严苛而且紧急, 以致封闭对咎碾膜, 不留口粮, 有因为隐匿粮谷而犯罪抵命的, 县令往往由于都催不上来, 归还印信自己弹劾弃官义去的, 民众饥饿而死的达数十万口, 流亡逃荒的不可胜计, 因此留守, 节度时以下到将军, 各自捐献马匹, 金箔, 塑草, 用来帮助国家, 后进朝廷因为横州, 定州积锦严重, 特许不搜刮民间谷物, 顺国节度使杜威奏称, 军粮不足, 请求像各州一样搜求, 朝廷准许, 杜威用判官王旭的谋略, 检查所求几乎净进, 获得一百万壶, 杜威只奏报三十万壶, 其余都收进他的家里, 又命令判官李爪, 向民间借贷的名义, 又搜取百万壶, 来春出售, 得钱二百万民, 全境受其苦害, 定州的官吏也想引原杜威 在横州的先例上奏, 义务节度使马权节不准许, 说, 我做官查事, 职责在于养民, 怎忍心学他那种做法, 储地多产金银, 茶叶的利润尤其厚重, 因此财富货卧的收入丰富, 然而储王马稀范, 奢侈的贪欲无尽无休, 喜欢自己夸大, 制作长枪大硕, 用黄金做装饰, 可以直举而不可用, 募集了八千多有钱人家的子弟, 长得丰满润泽的人, 设为银枪兜, 公事, 原有, 服用的东西, 必求奢侈, 迷费到极点, 建造九龙殿, 用陈香木雕刻为八条龙, 用金宝做事物, 长十多丈, 绕住乡象, 马稀范坐在其中, 自己作为一条龙, 他带的头, 金带一丈多长, 用来象征龙脚, 用度不足, 便加重妇脸, 常常派遣使者茶祭田母, 专使增加情母来寄功, 民众负担不起租妇而逃走, 楚王却说, 只要田地在, 何愁没有粮食吃, 命令迎田使邓一文茶河逃税的田母, 募集民众耕种出租, 民众舍弃旧田而去租种新地, 只够维持自己生存, 从西到东, 各自把营生枝叶丢失了, 又听任数人捐钱败官, 按输钱多少作为买官高低的等级, 富商大甲, 安排在有品街的行列, 再朝外做官又还朝为官的, 必然要求他向朝廷做贡献, 老百姓犯罪, 便有钱的捐财, 强壮的当兵, 只有贫穷体弱的受刑法, 又设立信箱, 让人投入匿名信相互告发, 以致有人焉而被足灭全家的, 这一年, 采用孔木官周治的建议, 下令在正常租税之外, 大县共纳米2000户, 中县1000户, 小县700户, 没有米的县, 输纳不薄, 天策学士拓跋横上书说, 殿下生长在深宫之中, 继承已经完成的家业, 身体没有经历过重庄稼的辛劳, 两耳没有听到过战争皮股的声音, 骑桌马吃场遨游, 住的是雕梁化洞, 吃的是山珍海味, 国家财政艰难, 府库里空虚了, 反而浪费越来越严重, 人民生计困穷, 却还不断加重富脸, 现在淮南的唐朝是敌对之国, 番离的南汉怀着吞并之心, 京主的高市天天在窥伺我们, 西洞的棚墨诸足期待我们的宽容, 俗话说足含伤心, 民怨伤国, 希望能够停止输纳米谷的命令, 杀周智来向周县谢罪, 去掉不及的事务, 减少兴建的劳役, 不要招致一旦货败, 被四方所耻笑, 楚王大怒, 过几天, 拓跋恒请求夜见, 楚王以白天睡觉推辞不见, 拓跋恒对客将屈红练说, 大王随心所欲而拒绝觐见, 我等着看他一家千口飘零过不了日子了, 楚王更加发怒, 从此终身不再见他, 民主王熙出嫁他的女儿, 索取记载江历朝建的名册来查看, 朝室有十二人没有来朝贺, 都在朝堂施行停仗, 因为遇使忠诚刘赞没有揭发弹劾这种人, 也将要仗则他, 刘赞义愤不甘受辱, 准备自杀, 建议大夫郑元毕劝劝说, 古时候行不上大夫, 忠诚是掌握百官刑罚制度的人, 怎能对他打板子, 王熙严厉地说, 你想效仿魏征吗? 郑元毕说, 我把陛下当作唐太宗, 所以才敢效仿魏征, 王熙怒气稍微缓解, 才把刘赞释放了, 刘赞竟然因此忧虑而死, 开运元年, 贾臣, 公元944年, 春季, 正月, 以亥, 初二, 边防的藩阵向后进朝廷派飞骑持告, 契丹前锋将赵岩寿, 赵岩赵统领兵重五万人来侵犯, 逼近贝州赵岩赵是赵斯温的儿子, 起先, 后进朝廷因为贝州是水路要冲, 便大量聚集粮草, 是大举进军时的数年储存, 用以防备契丹, 军校邵科, 性格凶狠不讲理, 用清洁度使王令温贬出了他, 邵科怨恨, 暗中派人跑到契丹, 说贝州粮食多而兵力弱, 容易攻取, 适逢王令温入朝, 执政者任用前复州防御使吴鸾暂时主持周务, 吴鸾到达贝州, 推成对待将士, 接着就赶上契丹兴兵侵犯, 吴鸾是个书生, 没有爪牙, 邵科自己提出请求, 愿意以死效力, 吴鸾让他领兵把守南门, 自己把守东门, 契丹主亲自攻打贝州, 吴鸾用权力抗拒他, 把他的攻城器具几乎都烧光了, 吉卯, 初六, 契丹又来攻城, 邵科引领契丹兵从南门进来, 吴鸾投井而死, 契丹便把贝州城攻取下来, 所杀害的靖国军民几近万人, 耕臣, 初七, 后进朝廷任用归得节度使高行州, 为北面行营都部署, 和阳节度使福燕清, 为马军左乡排陈使, 右神武统军黄府裕为马军右乡排陈使, 陕府节度使王州为部军左乡排陈使, 左邻宇将军攀桓为部军右乡排陈使, 太原奏报契丹进入燕门关, 恒州、行州、苍州都报奏契丹来侵犯, 承得节度使杜派威派其幕僚曹光义聚见杨光远, 向他陈述依为朝廷的祸福, 杨光远派曹光义向后进朝廷入奏, 说,杨成座逃归青州, 是因为母亲有病, 既然承蒙朝廷施恩原谅, 和族都感谢朝廷的恩惠, 后进朝廷相信了他的话, 太遣使者同曹光义一道再次去安抚告语他, 南唐任用世中周宗为镇南节度使, 左铺设尖门下侍郎, 同凭张氏张居勇为镇海节度使, 南唐主李决定传位给他的弟弟齐燕二王, 汉林学士冯延吉等因此想隔绝朝廷内外来把持权柄, 新四初八南唐主下斥令, 齐王李景遂参与决定述政, 百官中只有疏密父使未曾, 扎文辉可以向天子沉奏事情, 其余的人除非照对, 不得觐见国中人士大为惊骇, 给世中萧衍尚书极力争论, 书被压下不予上报, 世卫都于后甲崇叩首革门请求接见, 说, 为臣侍奉先帝三十年, 看到先帝接见疏远之人, 新秦专制不敢懈怠, 下边的情状还有不能上达的, 陛下新即位, 所依靠的是什么样人, 便马上同群臣隔绝, 为臣老了, 不能再亲身得见陛下的颜色, 因而流泪满面, 污液不已, 南唐主感悟, 急忙收回先前下的斥令, 南唐主在宫中建造高楼, 召集侍臣观看, 众人都叹赏赞美, 萧衍说, 只恨楼下没有修个景, 南唐主问他为什么, 回答说, 因为这个不如陈后主的景阳楼而已, 南唐主发怒, 把他贬官到书州, 观察使孙胜派兵防备他, 萧衍说, 我是因为直言觐见而得罪, 不是有意志, 从前在顾命的时候, 您老兄几乎把设计引向威王, 那种罪过难道不比我萧衍更重吗? 今天你反而来防备我啊, 孙胜惭愧惶恐, 立即解除防射, 后进出地, 浅派使臣带着书信送给契丹, 契丹已经囤住夜兜, 不得通过而返回, 人武, 初九, 后进出地任命侍卫马步都只会使景阳广为御营士, 前靖南节度使李州为东京留守, 这一天, 高行州率领前军首先出发, 当时用兵的方略和号令都出自景阳广, 从宰相以下都不能参与, 景阳广借着权势任性使器, 领悟诸江, 即使是天子也不能制止他, 已有十二日, 后眷出地从东京出发, 丁亥十四日, 华州奏报契丹兵到达黎阳, 物子十五日, 后进出地到达蝉州, 契丹主耶律德光囤住原城, 赵岩寿囤住南乐, 契丹任命赵岩寿为魏伯节度使, 封决魏王, 契丹侵犯太元, 刘之远与白城福联合二万士兵影机, 甲午二十一日, 后进朝廷任命刘之远为幽州道行营招逃使, 杜威为父招逃使, 马权结尾兜于后, 秉申二十三日, 派遣又五位上将军张燕泽等统兵在黎阳抗拒契丹, 戊虚二十五日, 蜀主梦场恢复用江湘摇岭节度使, 后进出地再次潜派翻译梦首中给契丹送信, 要求恢复就好, 契丹主复信说, 已经形成的局势不能改变了新丑, 二十八日, 太元奏报在新州秀荣打败了契丹伟王, 斩了敌人首级三千, 契丹兵从押鸣鼓逃顿, 英国铸造天德通宝大铁前, 一当百, 南唐主理派使者宋书信给民主王熙和殷主王炎正, 责备他们不该兄弟之间兴动干戈, 王熙复信引用周公诸厨管书、 蔡书和唐太宗诸厨建成, 原籍作比喻, 王炎正复信斥责南唐主篡夺杨氏天下, 南唐主发怒便与英国绝了交, 天平节度复始, 知愿周世言派遣观察判官斗矣, 上奏后进朝廷, 博州刺使周儒把城池向契丹投降, 又同阳光远通时往来, 沿岛契丹兵从马家口渡过黄河, 勤去左五位将军蔡行玉, 窦夷对景阳广说, 北鲁如果渡过黄河与阳光远联合, 黄河以南就危险了景阳广认为他说的对, 窦夷是冀州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